PTT的八卦版上 也很多人開始在轉傳這篇文章 那我現在問 我就問 柯文哲沒有網軍 但是我在問 你們是怎麼做到這種組織行為 然後去做一個叫做認知作戰的方法 去詆毀一個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這不是你們公權力 你怎麼可能辦得到 我覺得靜宜講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靜宜說那個同時那是個組織行為 換句話說是有人在指揮的 既然是指揮的話 那就是個架構 那不是個人行為 換句話說是有個軍隊 對不對 那第二個事情是 這個不是網軍 因為網軍是私人給錢 這是正規軍 他說這個正規軍 就是用國家的錢在養他 用國家的錢養他 在幹嘛呢 在低尾他的政敵 蔡英文 民進洞 還有他不爽的人 類似什麼 減蘇培 非常嚴重 那所以呢 這個事情需要在 需要好好的調查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重要 他說 這是正規軍 這不是網軍 他是用國家的錢 目的在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就是用假消息 打這個小英 打民進黨 或者打國民黨 打政敵 打他不喜歡的人 那怎麼打 打到就是他沒有的事 可能可以把他打到有 這是個組織行為 因為瞬間這麼多都把他刪掉了 這有人指揮 但是你刪掉沒有用 因為他講都留著 都留著 所以這好好的查 我自己認為那個林移民是個破口 因為我覺得他講的太多具體的事情 可能都是假的 方老師要補充 我覺得柯文哲 讓人家最生氣的地方 就是做賊喊抓賊 他說他最討厭網軍 他不但有網軍 他還是有指揮系統的網軍 他有個指揮部 有個總司令下達指示 然後下面一一來傳達 所以他可以快速 迅速的大規模的三文 大規模的波文 這是一個有規劃 有計畫 柯文哲很常常喜歡講什麼戰術戰略 他就是把他所學的這些東西 他想的東西 訴諸在網軍的實施正規的戰場上 夠邪惡吧 對 夠邪惡 我講為什麼叫網軍 什麼叫網軍 什麼叫網民 這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管編制 你未按編制 讓這些編制人員 做他該做的事 這是違反中央政府組織法的 每一個人的編制 在這個市政府裡面 他都有規定 你不做這個事情 然後你去做網軍的事情 那請問這個是誰做 就一定會有倒楣的公務員 會做兩份工作 其實我相信台北市所有的公務員是有良知的 你不會隨著賀文哲改變而跟著政黨輪替 你是公務員 所以你要勇敢的說出一些人家不能說的事 你的科長 你的旁邊的專員正在做這些事 你會不知道嗎 我告訴你 全辦公室沒有秘密 大家都知道 另外我講什麼叫軍 軍跟一般的鄉民 這些所謂的信徒不一樣 信徒是因為宗教而集中 這些鄉民是因為政策 覺得你講的對 我就自然來支持你 這叫鄉民 什麼叫做網軍 我告訴你 第一個 他是有行動一致 第二個有紀律 他是有紀律的 第三個有祖從之分 他不是都平等的 我跟這個這個 我們大家都是一模一樣 沒有沒有 沒有平等 他有祖從之分 一聲令下 不然總經理哪裡來 對對 他有祖從之分 在一聲令下 他可以在短期的時間之內 按照紀律完成總經理交付的事項 這叫做軍 他有軍隊的組織行為 那這些人現在一個一個點出來了 柯文哲你怎麼會說沒有 而且這人最可怕的是 他正在使用政府正常的編制 在做一些不得見光的事情 這就叫做 這不要 我先不要講為不為 沒有道德 這是沒有道德 而且你打著道德的高尚的這個標準 去打別人 現在自己正在做這個方式 那像蘇培 他只要一出來就被打 為什麼 那就是有的人在盯哨 你的專人專者 你就盯著他 他出來 如果你沒有出文 沒有攻擊 就違反了我們網軍的規條 這就是有紀律 有組織 有祖從 這不叫網軍 什麼叫網軍 我這個是我相信 所以我認為這個林一民 是個破口 我認為他應該是說了很多謊 但是這是造謠 我要讓他吃刑事責任 我有讓他 負起刑事責任 他才會知道問題嚴重 然後再開始去追其他人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鎮知道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